在台灣人民連鎖兩次 拿到MVP的台灣歐巴阿巴斯 正式嘉賓日本比人民的一集救隊 從來新的賽季 它就會重點比賽 這也讓阿巴斯 真正在台灣進來第四月 打進去日本執業拿球的救援 也是第一次進去比萬人民的選手 同時也宣告台灣黑豹 阿巴斯正式加盟抽田北部十月 請討厭領好的救援 台灣歐巴阿巴斯正式加盟日本的 抽田北部十月 同時也簽合送年的合票 將在台灣第一位 去日本比萬人民拍球的選手 打進去是一個開心的事 我是去了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它很看上我自己的防守 還有進攻能力 然後那時候來就跟我講 其實抽田他們那個球隊 其實有點像我之前在中心的時候 那個打法隊 其實我是看到那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昨夜 我就真的蠻想要去這個球隊的 面對未來的挑戰阿巴斯很期待 因為這幾個比賽 正在救援都在台灣人民 先把中心的說 阿巴斯在日本進行 把台灣台灣人民 兩邊的MVP表現真讚 九段約日本國家隊 明清救援附件 揚述8000位林豪救援 團成為阿巴斯 代表隊的中心 其實我沒有壓力 因為林豪一直都是我 就是很喜歡的一個號碼 他沒有跟我講那個故事 我就想說就是很高興 他們就是把林豪讓給我 穿這個背號也可以讓我在日本 就是有好的就是表現 他的風格 他們的姿勢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優勝 最大限在阿北 利用到他們的 他們的餘餘 救團說頂一個救援附件 30成30次 以後的目標是要拿冠軍 希望阿巴斯加冰可以拿成他們的建立 阿巴斯說拿冠軍是每次 他救完的目標一定會 百分之百轉身導致 幫助救隊提供成章 當時約國官30萬塊 給武校設信台下 鼓勵下定位 在你若救這條路 勇敢的各自對方 記者綜合佛讀